它的年利率 那后面这个符号是SHIP加上6 这个就是几次方的意思 如果你是什么什么的几次方 那就是用这个符号代替 然后我的几次方是根据因为复利 是乘几次 1加上这个乘两年 就互相乘两次 三次是这一之类推 那我如果要把这个公式 变成上面的这个公式放下面的话 有没有这两个什么关联性 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固定的位置的话 那我习惯用Range来代替 但是如果你是在回圈里面会改变的 像这边不是有一个A4 那A4部分A一定是固定的 4会改变 因为它没有锁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叙述成Sales 其实以后 干脆也可以把它弄成公式好了 以后如果A 那你记得A就不要动了 对不对 那后面是4 那4是什么 是列 列在这里面是谁 就是I 所以你把I放进来不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以后你写好一个公式 那就有点像代公式 如果两边都锁 那种Range代替 如果锁一边的话 那你看哪一边没锁 没锁那一边就是一个变数 有锁那一边就固定了 怎么表示就这样 这个怎么表示 这个就Sales 那因为三锁定呢 三是列 列一定写在前面 所以三一定是固定的吧 那B因为没锁 所以一定是 要就是改变的吧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不过就是要实做 以后你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范本 以后遇到什么状况 就拿这个来稍微修改一下 反正就见招拆招 那你其实说真的 我看同学比较会慢慢有自信的 有信心的大部分都是 他会在工作上真的去运用 用久了之后 他就觉得还蛮上手的 OK 好 再第一个 就是如何把公式 再转换到VBA里面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你就可以把它有点像套一个公式这样来看待 那第二个是我们刚刚有用到那个FV Future Value 有没有那个函数 那如果说将来我要取用 比如说我已经写好了那个公式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拿他来用 所以第二段程式 在云端上也有 你就是在计算底线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指的就是我要取用那个FV的函数 那我前面有讲过 大概有几种方法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不外乎就是把它拿来拿到这里面来用 那我刚刚的做法是 就底下这个公式 等于FV 然后后面给他这几个参数 那如果说你将来你要取用什么 取用那个e-sale里面内部的一个函数 在VBA里面使用的话 比较麻烦一点点 怎么去取用 这个一个方法叫application 点 这个物件application指的就是e-sale自己本身 点什么呢 worksheet worksheet这个工作表的函数 你再点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他就会什么 会有一个让你去选取的一个什么 其实你打完前面这两个之后 那你在点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其实就是点这边一样的道理 他会帮你把它列在这个里面 那里面一定会有叫FV 有没有 那实际上这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今天VBA要取用什么 取用e-sale里面内部的一个函数 来VBA使用的话 那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按个空白键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 后面的话他也会问你说几个参数 反正你就把那个参数把它填上去 这样就OK了 那填什么东西呢 其实填的东西呢 不是刚刚这个东西 而是因为你已经把FV拿到VBA里面使用了 所以后面的东西还是用VBA的参数来做 那这个地方做出来的 一样会把结果输出来 我想这个最后的结果 应该也是没什么太大差别 一样把它输出 这个是如何取用这个 e-sale里面的函数来做事 那最关键就在这里 application.watch function 后面的function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